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经济的关键字要拼啊 怎么拼 股票弱势的 很多投资朋友前面套牢的 你如果还在那边等解套 高档已经形成往下弯的 你不要去抢 该卖的还是要卖 这些你都知道 但是最重要的 你说马老师 市场上你看了好多分析 每天股票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的 你看我的车标有改吗 我说这个月要锁定新苹果股的时候 你看到股价走势 一个比一个强 不要说别的 来来来 你看看2405的耗星 12月7号 拉回18.05的时候 我有没有告诉你 回测颈限 前波高点 有没有 突破不要追 涨了1.3倍 压回来 买点 12月7号 在这里 从18.05 涨到礼拜五 23.8 多少 三成 七天涨三成 能不能帮助到你 这些关键的重点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你很担心 为什么我之前告诉大家 旧苹果要换新苹果股 礼拜五压什么股票下来 大力光 大力光不要说现在讲 11月29号 11月29号 Light的好友 我们告诉所有的好友们说 大力光法人在调节 要避开 不要碰 不要碰 对不对 你看11月29号 大力光 5240 1000块 真的 带你避开这个 破低点的起跌点位置 1000块 你说 我们的Light的好友 完全都避开大力光的一个下跌 这种走法 1000块 才半个月的时间 你说资讯的价值重不重要 很多投资朋友都看到说 这一波我带领很多投资朋友 避开下跌的股票 9月份高档的苹果股 我还带你放空 跌下来到10月底 我说做3D感测 你一次一次一次的看到了 事实 我相信你都有相信 你也都证明了 关键重点 就像我再举一个例子 11月22号 我说细晶元 环球晶 台胜科 中美晶 大盘冲10882 这三档 先翻黑落跑 先翻黑落跑 要避开 台胜科 11月22号 122.5 跌下来 先翻黑落跑的 是不是 从11月22号 跌到礼拜五 94块6 27块9 10张27万9 去年10月份 台胜科在低档起掌的时候 我带以上车 今年11月份 11月22号 大盘冲高点 我说细晶元在落跑 该避开就避开 是不是高点 带你做调节 我还要证明什么 我知道投资朋友 现在这个时间 你最担心的是说 马老师 我手上的股票 到底会不会反弹 会不会大盘指数 稳住以后呢 让我的股票去反弹 我可以卖高一点 我也希望啊 但是事实上你也知道 有一些股票 不是说我马老师 要拉就能够拉起来的 是外资一直在卖 你明明知道说 你的股票外资一直在卖的话 要么就是高档 要么就是产业出问题 有这两个因素 你要不要卖 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判断的 在这一周的周末时间里面 你带到现场来 我跟你做分析 不要自己去猜 很多投资朋友 自己去猜 结果呢 你看到3532的台胜科 122块半 跌到礼拜五 94块6 这一段下来 27块9 更不用讲大力光 有没有 3005的大力光 从5240起跌的位置 到礼拜五 4180 有没有 4180 差了1060块 该避开的 我都带你避开了 全市场上 有几个分析 能够带你高档放空 避开下跌的股票 买起涨的股票 很多好友 很多投资朋友 说马老师 你到底是怎么选股的 为什么很多人 跟你讲的股票 都是涨一下 跌一下 涨一下 我选的股票 会这么强势 做功课 真的要专业 民国85年 进入投顾电视 解盘到现在 二十几年了 更不用讲前面 这些属于证券的 专业知识 绝对你放心 但是最重要的 你要找一个 就要帮助你 能够把你手上套牢的股票 去换到会成长 接下来会有大机会的个股 这些新评估的个股 才能够帮你解套翻身 我讲的对不对 所以在这一周周末 我还特别在全省的现场分享里面 告诉大家 有一些个股该避开的 你还是要避开 有一些个股呢 是多头架构的 拉回来把握机会 不用追价 我不喜欢用追涨停摆的方式 反而是在震荡洗盘的时候 买 我把方法都交给各位 不是很好吗 那么关键重点 你再回头看一看 新平衣国股要华 涨一辈了 要华你知道礼拜五又是拉尾盘吗 要华礼拜五拉尾盘收最高 差一毛又要比昨天的高点 又要再创新高了 要华这一波段 从十块多涨上来 涨了多少 一倍了 涨了一倍 这种现象 从十月底 一路上来 一倍了 一倍了 怎么把握 新平衣国股 我跟你说过 接下来的爆发力 在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一个一个展现的时候 你说你不买 我告诉你 法人在震荡的时候 一直在加码 这种观点 就好像在11月2号 有没有 我所说的 耗星突破一年半的大底 涨上去到25块4 涨了1.3倍 有没有 涨了1.3倍 当时我告诉你什么 耗星涨了1.3倍 我不叫你追哦 我不是说大涨上去 叫你替我会员抬轿 有没有 11月2号在这里开始发动 涨到25块4 1.3倍 我不是叫你追 结果上个礼拜呢 一只 两只 三只跌停满 好多人杀在这里 杀在这里 你看 我买在18.05 是不是回撤警线 回撤警线去买 当时我还邀请大家说 大家看到市场上 别人在停损的时候 机会来的时候 礼拜五 23块8 涨停板 23块8 从上礼拜 12月7号 涨到23块8 是不是涨三成 我一直告诉你 3D感测 人脸辨识 这些新苹果带动的主流趋势 会越来越强 10月底 我就告诉你说 3D感测 5年20倍 你看看文茂 股价涨了多少 你没有看错哦 12倍 然后最近呢 12月份 安华高 投资稳貌 55.4亿 VCSEL 3D感测的晶片 昨天误传的 苹果不是投资 是下单给Finish 结果呢 礼拜五的早上 只有小跌4.1% 是不是3D感测 我说这个是主轴 大爆发 最明显最明显的例子 你不用讲别的 来来来 我跟你预告过 耗星礼拜五 恢复正常交易 马上爆量 8万5千张 涨停板 这些属于3D感测的爆发力 还包含了华丽节 多少 六倍的成长 六倍的成长 谁带你做 我再讲一次 我不要你去追加抬轿 也不要你用追高的方式操作 你应该跟着正确的资讯 当他洗盘的时候 新苹果有洗盘的机会 要不要上车 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 就像我方法 每一次讲座 我都一次一次的跟你预告 小吻帽的隆达 有没有 回测到前波高点的颈线 22块1 结果呢 大涨上去 三只涨停板 在前一次的 骑红 拉回颈线 拉回颈线呢 我说不是叫你追高 拉回颈线买 结果呢 三天两成 怎么不能帮助你 这个方法 我是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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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在教你 但是我知道 很多投资朋友 不要说你做不到 连很多分析也做不到 为什么 就算他们是用电脑选股 很简单的 每天选出几十档股票 怎么挑 这要专业啊 不是说每天挑个几十档股票 告诉你 叫会员全部扫射 那是骗人的 关键点 来 我们说礼拜二 礼拜一涨上来的 耶诞大餐股 我说不要追 礼拜二回档买 有没有 回档买 我还跟你讲哦 低点 高点的连线 回档买 回测紧线买点 你说马老师 大盘跌下来买 压一波压两波压三波 真的可以买吗 两天时间 礼拜二买 买完以后 礼拜三 大涨 两天大涨 21块 那礼拜三 礼拜四 后面震荡一下 到礼拜五收盘 继续涨 礼拜五不是跟着 大盘跌哦 礼拜五继续涨 我跟你说过 还没有涨完 你自己看 到礼拜五收盘 涨了多少 礼拜二买哦 涨了15块半 这一根中红 15块半 你说老师 这档股票涨了15块半 很多吗 你自己看他的股价 股价从高档跌下来 涨了15块半 连一半都还不到 大盘指数是27年高点 这样子明白吗 最重要的重点 我是把节目上很多方法一一交给大家 接下来呢 接下来怎么样布局 年底最后的一个作战机会 甚至这些属于新苹果股 洗完盘又要发动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大家 在这一周周末 我要帮助大家 新苹果翻身大作战 你来电 我帮忙 如果说你是周末 真的没有空前来的话 直接跟上我的脚步 礼拜一 我带你直接操作 把握这个机会 进段广告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亚洲之星 那么盘是在这个礼拜 震荡过程里面 其实投资朋友最关心的 马老师 我手上的股票 到底会不会反弹上来 可不可以让我解套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外资会在高档 去一直调节 两个重点 一个 是不是他高档 已经呈现一个头部 技术面转弱了 还是说第二个 他的基本面 有出现一些疑虑 所以外资连续的卖超 这些股票 你不要碰 不要说别的 几千位的Lite好友 免费加入的Lite好友 你们都是我的见证人 11月29号 我告诉你说 大力光不要碰 有没有 法人在调节 结果大力光 从5240 来 5240 跌到4180 收盘价哦 我讲的都是收盘价哦 半个月 一千块 半个月一千块 一张差 106万 我有没有帮助到你 我不是一次啊 我说过很多很多 我说过这些个股 我能够帮你的 我不希望你套在高档 最重要的是 我有能力 但你买低档股票 你看看 这一次一次证明 包含11月22号的台胜科 都是高点 环球金 中美金 台胜科 这一段下来 27块9 跌了27块9 我没有带你去抢 也没有带你去追 结果带你避开 全市场上 你又见证到一次 几千位好友 你都是我的见证人 我说我把这些资讯 免费分享给你 只有一个目的 你高档该避开的 避开 然后低档回下来 你把资金去买 会起涨的股票 股票有那么难吗 因为你没有找对人 你没有跟对资讯 你看到药华 10月底的时候 2367的药华 来你自己看 10月底的时候 涨了1.1倍 这一波到礼拜五收盘 插一毛 又要去过礼拜四的高点 涨了多少 1.1倍 10月底带你去锁定 有没有帮助到你 甚至这种新苹果 药华 耗星 一个一个翻身大涨 怎么样把握 我知道了 或许你对我的股票 还是到其次 你对你手上的股票 比较感兴趣 可是 你不到现场 你怎么有机会来问我呢 更何况 很多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 明明你都知道是弱势股票 你如果先换 换到强势个股 不要说一次全换 你先换一部分 跟上这些强势个股 真正掌握到这一段 你看药华 药华涨了1.1倍 有什么不能帮助到你 甚至像2405的耗星 有没有 12月7号 18.05买 7天涨了三成 你能不能解套 没有问题吧 最重要的 一定要踏出勇敢的第一步 要拼 就像2018年经济关键制 要拼 这种现象 上礼拜 大盘重挫 188点的时候 我说我去买达麦 还在买 一涨停 哇 好像很多人都有了 这个礼拜 礼拜四冲到78块 好多人去追 追了以后又掉下来 又好害怕 我喜欢是 跌下来的时候带你买 而不是带你去追股票 就像这个产业面 全市场 法人绝对认同 3D感测 10月底 我就在讲这个观念了 讲了快两个月了 稳貌 涨了12倍 你觉得很多吗 如果多的话 你想想看 我带你买的不是叫你去追 涨12倍的稳貌 11月2号 耗星突破13块5的颈线 13块6 开始发动 耗星 涨了1.3倍 到25块4 我也不叫你追 我跟你说过 涨1倍1.3倍 我不会叫你去追 结果一回下来 三支跌停板 市场全部停损 我再买 那个时候 18.05 有没有 18.05的价格 18.05 我还要讲别的吗 礼拜五 涨停板 23块8 我能不能帮你 这周周末 现场分享重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 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都想说 马老师 23块8 可不可以追 正常有压回来 什么价位可以买 会涨到哪里 七天 又是三成 七天的时间 我说不是叫你去 每天标那种 掌停板没有量的 耗星的成交量 礼拜五 八万五千张 有没有量 关键点 我教你的方法 我在会场上 一直不断跟各位说明 很多技术面的方法 怎么样来学习 方法很重要 22块1的稳帽 小稳帽 隆达 回撤的时候 我说不是带你去买 上影线的位置 回下来买 回到前波高点 你不相信 不相信的过程 一个礼拜 三支掌停板 能不能帮你解套 三支掌停板以后 接下来 11月27号 买什么 骑红 回到前波高点 颈线 不是叫你去追高 回撤下来买 结果 拉上去 拉上去 三天 又两成 很难吗 最直接最直接的例子 2405的耗星 你看看 这一次一支 两支 三支 跌停板 很多市场上 带你去追高的 全部停损 又回到了前波高点 结果呢 回到前波高点 我在带你买进的时候 七天涨了三成 我知道礼拜五 又很多人去追价 你追用追的方式操作 你会不会怕 就像很多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弱势股票 你也很担心说 马老师 我手上股票 真的很弱 夜城 玉金光 没有破低点 但是一直在底部 反复反复的 法人筹码好像还是很弱 知道为什么吗 这种盘式的资金 一直在流转的过程里面 他在做一种转换过程 这种转换过程 我说我把方法 交给大家的时候 你仔细看 礼拜一冲上来的 耶诞大餐股 我还跟各位讲 我没有叫你追 我说压回来 礼拜二买点 我也真的照我的规划 礼拜二压低买 是不是 压回买 低点 高点 压回来 前面两根K线 刚好压住压住 礼拜一突破 结果呢 礼拜二压回买 礼拜三 二十一块 礼拜四震荡 我跟你说什么 还没有结束 礼拜五继续涨 礼拜五继续涨 从礼拜二涨升上来 多少 十五块半 你说马老师 涨了十五块半 好像很多 我也不敢追 不敢买了 缺口在这里 这一段已经突破之后呢 量能开始扩大 是不是要先去回补 技术面的缺口位置 从高点跌下来 这个地方连一半都还没有 一半跟缺口的位置 缺口会先来 怎么样操作 什么价位可以买 就好像在礼拜四礼拜五 就有很多投资朋友 好友们或者是会员朋友 一直问我说 马老师 二四零五的号星 可不可以追 礼拜五收盘 二十三块八的号星 可不可以追 低档 你错过了 涨上来 你又错过了 七天涨了三成 我知道 下礼拜很多人都会有了 谁事先告诉你 谁告诉你 高档的苹果股 要掉下来的时候 避开甚至放空 低档要起涨的苹果股 买 这就是专业 这个专业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你最关心的 你手上个股 周末 带到现场来 我帮你太弱换墙 我还教你方法 这些方法 就像要滑 十月底以来 已经涨了1.1倍 涨了1.1倍 你要透过新苹果 帮助你翻身大作战 手上业绩衰退的 做头的 外资大卖的 该卖该换的 我直接帮你做调整 不要说自己乱拆 还要自己等 方法不对 抱得越久 不是领的越多 抱得越久 可能会越难过 这种时间 趁着周末 周末假期时间里面 来 全省的现场分享 你来电 我帮忙 不要错失中场的机会 如果说你是真的不能前来的 直接跟上我礼拜一 同步操作的机会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